剛剛用的這兩種,是大家會常用的之外 你知道還有一個隱藏版功能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好奇的點過它 我開給你看好了 我們一樣等我一下這個 想要記錄?學習記錄嗎? 對,然後呢 等一下,我先點進去看一下 因為我的是我們的測試帳號 我的會跟你的長得不太一樣 就是還有一個叫做 等一下,我是在看它有沒有 16小時53分鐘2022 那你知道這裡這個表這個畫面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找嗎? 現在是全部 等一下 有影片合流 答題合流 錯題記錄成績單 這個上一次我有看過 就是它 影片合流 它就是有幾個杯子 然後給你看看它那個 你看到哪裡的 對,來我們一起來看喔 影片合流裡面 是不是它就會出現 這幾個杯子 對對對 然後全部的東西在哪裡 對吧 但是它會想要 不會就是從底下 跑上去上面呢 你看喔 因為我這是測試帳號 如果我開 有看過的 有沒有發現它長得不太一樣 有啊 但是我的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你的是怎樣 我看一下 你幫我轉一下鏡頭 哎呀 我看到了 但是你的手 怎麼了 你的空白是不是 呃 全部都空白 好,來 你知道我剛做了一件什麼事嗎 我們再回來一次喔 等一下 我看一下全部 國語 我點國語的 哎呀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來 我找一下它是 選科 然後再點版本 對 版本 然後我看到了 就是白色 就是這個杯子是像這樣 呃 就像這樣子有顏色了對不對 對啊 然後這些就是有那個 鑰匙的那個就是還沒 就是還沒看的 意思 還沒看到很多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姊姊這一塊啊 我有一個第二個學出音的步驟 然後答題河流 但鑰匙還在對不對 我還有答題河流在這裡 就這個 我到另外一個的 嗯 你動作超快的 答題河流這裡也是一樣可以分科嗎 然後我現在是 啊 去看這些東西對吧 然後錯題紀錄 然後成績單 這裡很小喔 這裡很小喔 OK 我有發現你的 所以其實你都知道功能對不對 對啊 那我要問你一個小問題 這個是我 我會問一些小朋友的喔 就是 你幫我回到那個做練習 哈囉 做練習 對對對 學堂練習 不是喔 我們要去考築的地方 考卷測驗嗎 我們學校懂的就只有 英才王 學習吧 那幾個 真的假的 還有 Paket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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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點類似小學王 只是是不一樣的 他比較像是學校專有 比較像是學校專有的小學王 嗯嗯嗯 就是你說學校自己 針對課程裡面提供線上的東西 他也是一樣像這個 只是他是 沒有五年 就是他是給你去選哪一年底 像是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你選一個 然後再選你要的科目 而且他科目都跟這個一樣 你選完 後你就進去 然後就是 全部答題答案 他就會給你 就是 點數 對 沒錯 看來你也是用得很認真 沒有 是我有去看過 我班上的同學用 就是 電腦課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都會讓我們用啊 嗯嗯嗯 好喔 謝謝你分享 因為姊姊也是會聽到很多小朋友 在講的時候說 我們學校裡有那個什麼 和您自己的啊 和您自己的啊 櫻財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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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給你代幣 還有那個 就是他給你代幣 還有點數 然後還有軍醫教育平台 他就是給你 就是看完一出影片後 他就會 就是他會出現一個火箭 然後他就設下一個隕石 然後隕石就爆炸 然後他就是 給你第幾集 就是 就是他有很多個徽章 嗯 看你得到哪一個 他就是會跟你講啊 就是會讓你去收集徽章的感覺 很像玩遊戲闖關的那種樣子 對不對 我知道啊 他是有點類似櫻財網 因為他 就是櫻財網是用代幣 然後我們的就是軍醫教育平台 他不是用代幣 他是用就是 他是用徽章來當作代幣 然後幫你確認你學到哪裡 然後你累積了什麼 對不對 有時候他還有一個徽章 他比較特別 叫金馬徽章 就是你看一出影片多久 看影片多久 他就會給你一張這個 OK 所以其實你都知道他們的個別功能差別在哪邊 哇塞 你根本就是我們的知識王耶 以後如果我跟Tracy姐姐有不會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問問你 我現在我要點哪一個啊 沒關係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他是在你的回答之後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很快速的做出來給你看 我只是要告訴你 在這裡 然後呢 要點進去這個嗎 這個小標籤就是 就是點進去 像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 給你收藏起來 然後這樣子就不是收藏 那你右邊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個可以展開答案的 有嗎 我現在是從紀錄你找是不是 最上面 你看 游標滑到最上面 你看這邊 最上面 會有一個解答 最旁邊或是解答全開 真的 等一下 我直接點了 呃 好 有嗎 點不出 解答全開 對 對 那你幫我看 我看 由這裡 85% 21% 7 對 85% 但是我玩 他沒有1234來講 選1的有幾% 選2的有幾% 好 為什麼我會跟你說這個功能 因為這是在你在寫考卷的時候要注意的事情 你看喔 他會告訴我寫這個題目的學生 全部答對的幾率是57% 有 在這裡 選3的是88% 選2的是85% 欸 有在這裡 找到了 你告訴了我一個很棒的訊息 來 你停在這一題 你有沒有看到你剛剛說選3的是多少 88% 選2的是多少 我說錯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有這幾個小框框的 對 沒錯 選1 88% 選2 0% 選3 0% 選4 0% 所以表示這一題答對的幾率大家其實都是對的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寫錯對吧 對啊 好很好這是正常的 可是姐姐為什麼要講這個功能 欸還有一個 好來 選1 83% 選2 0 好一樣的意思 結果 看起來現在是2、3、4全部都是0欸 那就表示都沒有人選錯啊 對吧 然後這一個 1、2、3都0 第四是75% 嗯 好來囉 來囉 好 我要說一件事情囉 你幫我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剛剛寫的這題 好 因為我要讓你看的事情是 這些人會去選這些其他的答案 但你看喔 選1 選1 14% 選2 0 選3 14% 選4 57% 好 所以正確答案本來就是4 所以這57%的同學都是對的沒有錯嗎 對啊 來囉 答案是3 我選了3 3是14% 而1也是14% 所以是不是 假設我今天是很認真在寫這個答案 但我選錯了 我可以去看 原來很多小朋友會跟我一樣選錯 那為什麼會選錯 選錯 應該 你說你說 我聽聽看 等一下我剛才我沒有注意聽 再一次喔 正常的答案是4對不對 對啊 所以4大家都選對 這很正常啊 但是我 我剛剛如果很認真的寫 結果我選了3 但是3其實是錯的 結果我一看3的錯其實還蠻高的 因為有14%的人都跟我一樣選3是選錯的耶 所以這代表什麼 只有我錯嗎 還是也有其他同學跟我一樣會錯 他是在說還是會有人跟你一樣錯這一題 好 所以Jennie 如果你有發現姊姊要說的 其實你就會意識到 這個功能是在告訴你 很多時候 我們是不是看題目 除非你本來就知道這題答案是什麼 但有的時候我會兩個最後選一個 對吧 會啊 我會覺得這兩個好像都是對的 可是好 那我要選最後那一個 結果選出來對的 那就表示沒有問題 我也是會那樣啊 你也會這樣對不對 但萬一你不小心選錯的那一個 你要特別提醒自己 因為你剛剛 有時候我就是那樣啊 對 你在兩個裡面選錯了 表示要注意一件事喔 好 你可能很容易會誤會Dating 我就是 就是那個有時候我是會 沒有注意看 我就直接抄 沒錯 所以如果說 當別的小朋友也跟我一樣錯在這一題 而且比率算高 我就會知道 原來這一題出題的老師 他就是要故意去考第三跟第四個選項 他長的可能很像 所以小朋友才會選錯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 如果你知道正確的答案 這當然是最棒的 但萬一你發現 欸我選的答案其實很多人跟我一樣都錯在這裡 那就表示這題的陷阱就是第三個選項 那為什麼我們要知道這個 有時候你去看 去看字易 對 對 放的陷阱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你 如果你已經知道這題的題目陷阱在這裡了 那你在看同樣類型的課程 你就會 同樣類型的題目 你就會找到陷阱 懂嗎 我可以找到陷阱 就是拖這個字啊 沒錯 第四個有拖這個字 所以你是這樣子判斷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很聰明 這就是關鍵對不對 推拖這個字 拖 1 31% 2 8% 3 38% 48% 來 這就是姐姐剛剛講的 你有沒有發現1跟3的答案 數次的比例 就是選擇的都會多 我發現了就是 二和四 選二和四的人數都一樣 都是8% 但1跟3的呢 1是31% 3是38% 所以這就是姐姐講的 正確答案是什麼 正確答案是3 對嘛 所以38%是選對了 那為什麼用31%的人選到1呢 因為它是陷阱 1就是陷阱 跟你的那個拖那個一樣嗎 對對 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知道啊 對 這個是在幫助我們在寫考卷的時候 除了知道題目跟答案 老師的觀念之外 我們要知道 原來有些老師在出題的時候會放陷阱題 這就是陷阱題 好這裡 這樣子看 還有嗎 1 71% 2 0% 34% 4 0% 選1的人很多 對 對 所以表示 但是選224的人都是0% 嗯 然後選第三個之後一點點 所以表示 這題其實沒有陷阱 因為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會選對 那是什麼是學習視性診斷 你不知道這個 太棒了 你幫我點進去 我以為你知道耶 這個東西 你可能 我在猜因為你可能都寫對 所以你就沒有發現這個功能 你看像姊姊剛剛這題 我們這張我不是快選 然後選錯很多嗎 有 對 然後她的學習視性診斷啊 她就會推播 好 這邊 譬如說她有4個 因此她是在提醒我說 喔 Emily 你上面會錯成這樣 就是因為你一些觀念不會 那些觀念在下面 這些影片你要趕快看喔 不然你就會一直不會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基本上都寫對的小朋友 你的學習視性診斷裡面 有可能沒有東西 因為你都會了 我問你 你有沒有在記筆記 我是寫在筆記本裡面 就是有一次我在 答那個 答國語的題目的時候 就是那個 就是我在看影片的時候 如果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題目會考的 我就直接 把它按暫停 然後再把它說的那些 是重言 我就直接抄下來 那你知道有時候看影片 影片上也可以直接筆記嗎 有啊 就是我的筆記那裡啊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有用過嗎 是我有聽過啊 所以你的筆記 你知道這個功能這樣子 我知道啊 那就好 但其實我是把我筆記 寫在筆記本裡面 因為我就是 我不會打中文字 而且我打中文字都很慢 那你可以寫英文啊 沒有關係 因為筆記是給你自己看的 沒有 是我如果打英文 我怕就是系統 會修 就是會修不能打英文啊 那沒有吧 應該是可以打的喔 我是沒有測試過啦 這個我下一次來管管看 但是我可以 不過 因為像Jenny 你自己有寫另外筆記的習慣 我覺得也OK 只是 你自己要記得 看看 就好了 就是我的帳號密碼 也是一樣 像這樣子 就是把筆記本拿出來 如果 不知道 要找打密碼帳號的時候 我就是直接把筆記本拿出來 然後翻到一頁 然後就直接 看我抄在哪裡 然後我就直接打出去了 OK 沒問題 然後我的那個 就是 就是 我還說那個重 就是 打到體驗那個重點 就是那個 我怕題目會出出來的 那些 重點的東西 我就是我也會寫 在筆記本裡面 然後 就是 出一個 就是我 想像中的那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筆記本 拿出來翻一翻 然後看完 R的意思後 我就直接 選 看看哪一個 就是 選一二三四 看看哪一個 的意思 是和 就是我寫的重點是一樣的 所以 你會 看影片的時候寫筆記 然後你可能寫考卷的時候 也會寫筆記 對不對 會啊 就是寫在考卷上啊 嗯嗯嗯嗯 OK 所以你會把你的筆記本 放在你的電腦 就書桌旁邊嘛 所以當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交錯的去看它 對吧 對啊 那你會更新你的筆記嗎 我的意思是說 譬如我原本已經寫好這些筆記的重點 結果我發現這一題 原本我抄可能只有寫到一半的重點 結果發現後面還有一些新的觀念 你會把它補上去嗎 還是你會另外抄一個新的 就是我會再抄另外一個新的 哦 姐姐建議你如果說你的位子 當時那個筆記有留下來空位的話 我以前的習慣是 我寫筆記 我不會一個一個黏在一起 不會讓它可能空的一行到兩行 不管哪一刻都一樣 那是因為我自己以前在看書的時候 我會知道當我在總整理 譬如說像我如果小學比較好 國中的時候 國中可能你知道要考試 要考全部了對不對 那三年的東西很多 我一開始在寫的時候 可能我在總複習 會有更多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發現 這個其實是跟我之前的筆記有關 等一下 我發現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就是看課程的話 就是它會給你選 一些素揚晶提 就是我發現就是素揚晶提 這個你看我點進去的 我如果點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點中文 然後再點一個按鈕 它就會出現一個影片而已 為什麼就是 就是其他的那個也是都一樣 其他的那個 素揚晶提的那個 那幾顆都一樣 都會 都只會出現 你再點一次 你再點它一次 這個影片點進去 再點一次 你確定點進去 再點一次 然後就有很多個 喔 它放在下面 它放在下面 好 因為它的概念是 我只要是素揚提 它就沒有再分版本跟科目了 對不起 版本跟課程的單元 它都是用重點式幫你整理的 所以英文會有英文的 或會有國文的 數學會有數學的 這樣子 當然它還是會有主題 可是 你剛剛在外面只是看到素揚提精選 要點進去才會有細節的東西 OK 好 很好 你要解決一個問題了 還有嗎 等一下喔 我再看一下 爸爸現在那個孩子課程的那個影片 爸爸有知道怎麼看了嗎 我比他看的還少 他沒有看 是我 就是那個放學回家的時候 我都在看 那爸爸 我們剛剛有那個影片合流的時候 爸爸你知道怎麼操作嗎 就是對於 Jenny她其實扎實有在看的時候 我們系統會幫她直接記錄 就像剛剛那個燒杯 喔我都說要燒杯啦 就是燒杯的那個顏色它會逆燈 這個爸爸知道從哪邊找嗎 欸 慘了 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把 細節 我下面也可以選 不過影片合流會知道 學習紀錄 影片合流 對 你剛剛知道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去選 它是 它類型是哪一些影片 那通常都是全科 我們就可以去從各個科目 然後各個版本的年級下去找 那這個部分 呃 你就會知道孩子的學習狀況啦 從這個部分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喔 好 所以像這一個學生 我這個畫面的話 當我已經有看到超過它原本的 我其實鎖頭就會解掉了 然後這個它是開始看沒錯 可是它沒有超過 它就會還在 還有一個叫 時間合流 打影片合流吧 時間合流是指總數啊 有啊 總數就是它只有告訴你說 我在這裡看了全部的東西 譬如說我把影片 沒有 時間合流它這裡是講 就是看影片的時數 嗯 像是16小時53分鐘 對 然後答題合流 像這樣子 對 所以它其實都用一個比較圖案的方式 就是來讓小朋友跟這樣比較好理解 那只是說 看你想要知道的是哪個科目 還是總數的時間 那我們就有辦法依照上面的選項去看到 比較清楚的後台的這個數據這樣 這個是 爸爸因為當時有比較不清楚 我們想說今天重點一樣 嗯 對了我有問題 欸你說 就是素養題它就是 它是我們現在的版本嗎 喔素養題是108的空版 它沒有限制譬如說 龍盆啊 或是 男醫啊 昌軒一定用什麼 因為素養在這個教改的過程當中 它的觀念就是 把你學到的知識 應用在生活當中 那它是 我們就是五年級的版本 喔都有喔 它是沒有 不一定完全分版本喔 我看一下喔 它會分科分類對不對 Jenny 素養就像英文 它這裡就是有高年級的 大部分的都是高年級的 然後我看一下英文 高年級 看起來現在是全部都是高年級的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全 往後按就是中了 往後按就是中年級了 往後按 好我不要強擬我 因為英文只有高年級 我們看其他的 欸真的嗎 然後我再看一下另外一個喔 高年級全部 我們在第四頁第五頁吧 我們也有高年級的 我知道啊 那個我剛才點過 然後社會 唉唷 全部都 欸 有 就是 六個是高年級的 然後 四個是中年級的 好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低年級的學生 老師通常是先從比較簡單的練習 或是團隊的這種分組的部分 我在講的是學校 讓他們先理解這個概念 比如說我們要分組討論這種小東西 可是到了三年級以上之後呢 各課他就會開始加一些 應用在生活裡面的 考題也好 課程也好 所以你會發現影片的東西 我們不會放到今年級 因為今年級本身學校 老師也沒有特別教 懂嗎 那像英文 因為英文現在國小對 我不要說對Janny來說啦 英文本來就很簡單 因為你看可能 小1或小3才開始在上字母 那個你早就都會了對吧 所以 對你來說 英文本身 你就直接看素養 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素養就是比較 難一點的延伸品 它就是比較生活情境 或者是我會用句型 用作文的方式 或是講一些 就是其他比較高級的東西 對對對 或是一些我還不知道的東西 嗯 沒錯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會鼓勵 你像你英文程度比較好的話 你除了課本的東西看完之後 你其實就看素養類的都好 會對你比較有幫助 再跟我揀一嘴 如果是有好的 pockets 450 mm 我們應該會都強射